新城鄉樹林角社區鄉道上行駛到舊鐵軌路段時路面不平整 機車騎到這裡經常發生意外 為了讓三個路段可以重新鋪設柏油 新城鄉面代表林國賢向中油協調加上協助 並且獲得了中油允諾4號重新鋪設柏油路面 讓大家行駛到樹林角的時候能夠更安心 新城鄉樹林角社區內的鄉道 可以看到中油舊鐵道在中間 由於長期沒有使用 行駛塞在路上的時候有很多村民會發生意外 可以說是相當的危險 為了解決十多年來的問題 現在下面代表林國賢利用鄉鎮種植群的時候 向中油協調來進行處理 同時4號也獲得中油的隱落 行駛路段有貼櫃的部分來重新鋪設柏油 代表會定期會的時候 我有提議希望中油公司能夠從善如流 再經過我們樹林角社區 把我們鄉道的部分的鐵道 是不是能夠先做採除 把鐵道把它採除又恢復平整 因為有民眾經常在告知我們 就是說經過這個鐵道 這個塑膠滑電的時候 因為機車很容易滑倒出意外 所以我們就代表會的時候就跟中油公司來商量 是不是行進我們這個社區民眾道路的時候 是不是先把這個鐵軌來做遺囑 把它恢復入平 讓這個民眾的交通安全 那中油我們也得到 也得到中油他們的同意 中油也從善如流 答應我們能夠把這個蘇仁街的部分 以及這個蘇德街的部分 先行來做遺囑 在這裡我們特別感謝中油公司 也感謝我們代表會 我們陳主席 張副主席 以及我們全體代表的支持之下 今天這個中油 已經在東工挖除這個軌道 我們希望這幾日內 能夠趕快把這個道路 恢復平整 還給民眾一個安全型的道路 在這裡也要特別感謝新城鄉長 合理台的協助 跟中油公司取得聯繫 然後以最快的速度來動工 動工了以後也用最快的速度 來恢復入平 還給民眾安全的道路 現在下面代表林郭先生表示 早期樹林甲這一代 中油公司為了方便運輸石油到油庫 並且在社區內鋪設鐵軌 而現在則是用油關車來運輸 加上村民也向他陳情來進行解決 獲得中油的殞落 以後駕駛人行駛在速林角色 行駛的相當的時候 會更加安全 記得喜歡請大家為了